来 妈 这么早你就起来了 今天是我正式成为张家媳妇第一天 所以我得好好表现表现 你还是小心点 别闪着肚子 我知道 我听贺明说 这都是张家的标准餐 你看看 对不对 这是什么呀 这是酸辣汤 我这段时间特别想吃酸的 所以我给自己弄了 一点都不辣 这一大清早就喝酸辣汤 这营养在哪里啊 咱们现代人呢 吃饭除了是要填饱肚子 更主要的呢 要讲究营养均衡 我们老了都无所谓了 跟你不一样啊 你尤其是个孕妇 一个人吃两个人不 所以在饮食方面 要特别地讲究 你要是喜欢喝汤的话 马上给你包点有营养的汤 这是贺明他大舅啊 专门从新西兰带回来的 孕妇奶粉 你呀每天早晚各充你死 你怎么还喝奶粉啊 是啊 这里面有很多蛋白质 现在需要补充 看看 你的家人呢都已经回去了 所以我有义务啊 替他们照顾好你 把这个喝了吧 回头再上街给你买点燕窝 好好补吧 记住啊 每天早晚各一次 我先跟你说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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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谁打电话呢 新娘子新兰带 没有 是我妹妹 她这回不回老家了 决定留在北京 住你们家啊 不肯啊 有什么要我帮忙 你尽管跟我说啊 给我来杯水 谢谢 对了 妈眼睛闭上 闭眼睛 干吗这么神秘啊 出现快乐 谢谢亲爱的 我在婚礼上 就想把它抛给你 可是那天乱糟糟了 连花球都没抛 现在呢 祝你早日找到一个 靠谱的男青年 你啊就是给我给晚了 你要是那天婚礼的时候 就抛给我 没准我现在都遇上了 正跟她坐着喝咖啡呢 算我对不起你行了吧 没事 真正的勇士 是勇于面对晒哥 和面对自己惨淡的单身 让我好好看看你新娘子 一脸的虚假繁荣 文医生婆快不快乐 你知道吗 我那天 后面晚上给我准备了一个惊喜 也算是补办了一个婚礼吧 现在圆满了 那天那个不好吗 高潮迭起的 要是我的话 我就故意策划上那样 什么乱七八糟的 嘲笑我是吧 就算是你要办这么一个 你也得找一个跟你一样 心思活络的 还行吗 你什么意思啊 你以为只有你才能找到那种 情投意合的一丘之鹤啊 认真的啊 你别高兴得太早 你婆婆那天的脸色 可不是特别好看 怎么样刁难你没有啊 我告诉你 她现在对我特别特别好 每天什么活我都不用干 而且在想着法的给我做吃的 肯定有价 呸呸呸 胡说八道 你这人 你能不能往好的方面想啊 你确就不懂了吧 这人的心就好比口袋 东西装的啥点 那叫做心灵 再装一点那叫心眼 再装一点那叫心迹 再装一点那叫心迹 再多的那就是心迹 你婆婆那肯定多的 装都装不下 行了 就你聪明 有 新闻官来了 是啊 这么快就回来上班啊 新娘子去欢迎走 对呀 那怎么办啊 她不放也不敬 天啊 看这屁呀 我跟你说 再看着不太吃饭 迟早也得结婚 毕竟幸福才九九九的嘛 是不是 是啊 你们这些骚客呀 少跟我来这套不正经呢 省得我今儿见着我 有损我这一介文人的形象 知道吗 你干干嘛干嘛 来 习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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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习浪官 恭喜啦 多谢伴娘 还有那天的顶礼相助 怎么 你想报答我呀 很简单 肉肠吧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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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妹妹这个嘴呀 她太随我了 太损了 知道吗 别紧张 开个玩笑 我对有夫师傅啊 别兴趣 说什么呢你 通过这么长时间结束 我发现 你真的挺爱苏静的 苏静吧 明明想想 算还不错人 我不会夺人之美的 回答 再说 这男人一结婚 就马上开始 发肥 鞋底 我才不会用我美丽的青春去奉献你的 您老四说 放心吧 我不会拆着你的 早上吃什么了呢 苏静 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以后做饭的这种事情我来了吗 厨房这个地方又 мног风而且温度又高 地上在滑摔着你怎么办呢 老让您做饭我哪儿好意思啊 那个 我买了鲫鱼和豆腐 你是想吃鲫鱼烧豆腐呢 还是光喝鲫鱼汤啊 都行 我说你是个孕妇 讲究一点行吗 用筷子吃 妈 你尝尝我做的好不好吃 尝尝 这什么呀 我都算了 你孕妇可不能吃辣椒 这太刺激了 孩子啊 不行 妈 你想吃醋溜土豆丝 回头我给你做 去去去 赶紧 赶紧歇着去吧 你说这就炒个菜式厨房 给我弄成战场了简直 你做了有什么用啊 明明就是你妈妈的事嘛 还说什么为了我好 她就是嫌我做的饭不好吃 但是老婆 我说句公道话你别不外听 那个 其实我妈做饭确实比你 稍微好吃这么一点点 那我做的不好吃 我承认 那我可以学呀 何必要做那些表面文章呢 我觉得大家是一家人 有什么说什么就好了 来 还有 你妈是不是有点事啊 我买了那么多高级的水果 我洗干净切好绷着 还不行 还得说 妈该吃水果了 必须要说两遍她才能吃 忙娘娘呀 不 对你错怪了 我招式背 什么啊 你每次师傅在她 右边说的 她右耳朵比左耳朵背 谁还背 你看真的 所以说 这个不是说老人事 上岁口都这样 这样吧 好不好 明天咱们买什么时间 想吃什么吃什么管够 打住啊 看外面吃呢 你妈不把我杀了呀 肯定要说 地沟油太脏了 太贵了 没营养 那怎么办啊 那怎么办 只能忍呗 反正你老婆我先打 小忍是休养 大忍是深谋 而老婆你让女人 帮 你是智智人啊 我是智障 不能看看你这么个缺心眼 我缺心眼啊 你智障 那咱俩的孩子肯定聪明 为什么呀 父父得正嘛 小苏 孔姐 你们雷总呢 出去见客户她不在 这可怎么办呢 出来说 公司出大事了 我们被人忽悠了 上次大兴车展的公安费 一直要不回来 这项银行借的钱 又快到期了 天天催着还 李总现在自己还垫着钱呢 这真是急死人了 那怎么办呀 李总回来赶快给我打电话 我这儿还有点钱 让她拿去先垫垫 这是千万别让同事知道 免得人心慌慌的 好好好 行那我先走了 慢点啊 喂 哥 怎么了 行了 做买卖就是这样 你赚三肯定要赔银 那风险肯定是有的 你让爸妈也想开一点啊 那我之前的彩礼钱呢 先拿出来用呗 这还不够啊 没事 那我给你们再寄一点吧 你要多少啊 我一下子 我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 要不这样 我先给你们打两万五 我就说 我这个月工资发迟了 等下个月再补上了 过一阵子他们就忘了 行吧行吧大哥 你放心啊 我晚上我就给你汇过去了 好 好 喂 喂 现在啊 好的好的 走了 我们就坐这儿吧 服务员 你好 请问咱们需要点什么 两个门黑头 来 喝什么酒啊 咱们沉着谢谢 咱们请她等 不然喝酒烦死了 这样 周末我陪你去泡温泉 我要陪我婆婆 那周五 我 我陪你去做斯巴 我还是要陪我婆婆 说来说去 到底是你陪我呢 还是你想让人陪呢 你想多了 我鱼丝怎么会没人陪呢 对不对 我是想帮你这个孕妇 找点她叫的素材 你能不能不要硬挺啊 你明明有事 我有什么事啊 我都说了我早好 我早想明白了 我明天就去相亲 行了 你看看你 你以为你在这儿乐 能喝酒 你就真好了是吧 你心里还是忘不了那个人 说我是吧 那我们两个现在也说说你 那你是不是跟我说 又往家里挥钱去了 你别转移话题 咱俩这事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你那是精神层面的 我这是误着生活 一码归一码 这根本就是一回事 我们两个人 都属于那种有心事 还都不愿意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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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请慢用 我给你说个事啊 我不是住院了吗 同病房 她儿子过来看呢 才八岁 特别可爱 我就问她 是爱什么呀 她想想跟我说 爱就是小狗狗舔我的脸 后来她又认真地跟我说 虽然我一个下午都没有理她 好可爱啊 想得特别少 我觉得是我们 我们的问题 我们想得太多了 我们总是去追求那种 看得见摸不着的东西 有一个伟人说得特别好 幸福的博二法门就是 珍惜你所拥有的 忘记你所没有的 这个为人我认识 真的啊 胡舍四季于私啊 你啊 喜欢张望明 你为了她忍了那么多 我和冯小春没缘分 我就应该把她忘了 我就想把日子 过得简单点 这样才对嘛 今天晚上这么多男的 你有没有看上的呀 快姐帮你撒完一个 快得了 你抓壮丁呢 这个点 不回家的 没一个好东西 哎哎哎 后面那个 蓝衬衣 在画边那个 你看她闷骚的 可以的 得了吧 你看她哪耍帅 跑妞的 看不上了她 哪有妞 对没这个男的 什么呀 我敢打包票 他俩刚认识今天 你看她那眼神 我真是受不了了 又会 冯小春 你有完没完了 以后别老跟我提 她怎么又来了 冯小春 她真是 你买单吧 买单买单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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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过来 转过来 你怎么在这儿 我 我一直在找你 找我 你凭什么来找我 你凭什么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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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我 打我 尤瑟 你打我 你打我 你干吗你 疯了吗你 尤瑟 那天 是我不对 我就是 一下懵了 所以我才胡说的 你知道吗 我根本就不会处理 这些事情 家里就我这么一个孩子 我一直觉得 两个人在一起 肯定是要结婚 要生孩子的 可是你那天突然说你不能 当时我就觉得咱俩没希望了 不过我第二天我就后悔了 我到处找你 但是我不敢见你 我知道我没脸 后来 我就听说你出事了 你拿什么脸的钱 谁给你的脸 你一心想考研 你一心想结婚 我想考研以后 将来能找个好工作 给父母买一套大房子 可是你 只想要一套小房子 跟你结婚 我们都太自私了 做不到为了对方 降低自己的追求 我现在后悔了 我应该让步的 但不 我会跟你结婚 你说什么 你说过 你还有生育的可能 就算是不能 咱们也可以做试管阴儿 这都不是问题 现在关键的是 你能原谅吗 我们重新开始 我娶你 我娶你 你是说你会 跟我结婚吗 你能原谅我吗 我为你自杀 我为你自杀 住在医院里 我诅咒你 就算是这样 我那时候还在想 你为我煮泡面 我在想只要你 只要你肯来跟我道歉 我就原谅你 那我什么事能不能关心 考验一结束 咱们就领证 再等等忙你不及 早一点也好 这不都是 你一直想要的吗 可是这不是我们 两个人的事情 我们应该跟家人 商量一下的 你都说个同意不就行了吗 干吗 急什么呢 不是 你是不是不同意 我没有说我不同意啊 学校有两套房地 要分给已婚的研究生 晚了就 方小春 我 我不打你 我怎么会为你这样的人 自杀呢 今年一定要考上研究生 否则 否则你的人生就完了 当年跟你一起考研究生的人 人都毕业了 人都结婚了 生孩子了 可是你呢 王八蛋 我余思不欠你的 你好好的吧 再见 余思 余思 你别这样 余思 你别这样 老板 你回来了 嗯 累不累 怎么了 你说两个人在一起 当初是不是因为相爱有感情 互相在乎呀 嗯 那为什么到最后还要弄得 有一方特别冷血呢 谁啊 余思 哪儿 没说完哪 余思跟冯小春分手了 彻底的 分了 是吗 当初冯小春说要和余思结婚 他的目的原来是为了结婚后 要他们的学校分配的那套房子 老婆呀 这个男人呀 按理说不应该太八卦 对吧 但是这事就我看啊 分了挺好 是吗 你也这么想啊 你看啊 冯小春当初要念书考研 这是应该的 对不对 可问题是 余思出事之后 他的表现可就太刺了 我要是他哥们啊 我直接能跟牙集了 你看现在 所有的女人都太厉害了 比如说你吧 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那男人是不是也应该进步一下 大家伙都说女人的眼泪是 无用的液体 可问题是 你能让女人流眼泪 那只能说明你跟我们不用 所以说 这种无用的男人 不要也怕 我现在就是 特别特别担心余思 你说他以后怎么办呀 这个世界上 好男人还是存在的 比如说我 我永远是你坚强的 后勤膨胀 好男人 妈咪 爸爸 来来来来来来 小心点儿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慢走 来 赶紧把这个喝了 什么呀 都没汤啊 安胎补气的 我给他抓的中药 好 饭前喝得最好 对 这是你妈找最好的大夫开的房子 对孕妇 对孩子都有好处 昨晚人家熬了一宿呢 良药苦口 对你身体有好处的 哪儿找这样的婆婆呀 对儿媳妇也太好了 谢谢妈 喝吧 怎么了 你尝尝 也太苦了 没事 我放点糖就好了 好好好 中医说了 这糖也算是一副中药 加进去的话 说不定功效就变了呢 不可能吧 那我忍吧 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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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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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出去看看啊 没事啊 来来来来 舒服 舒服 不是 这药太难喝就别喝了 这药 不喝你哪儿都会生气呢 可问题是你这喝得也痛啊 没事 我再静止一下吧 累了我们的宝宝 走吧 嗯 姐 大哥成立没找着 给我打电话了 嗯 他说会快已经收到了 是吗 那就好 嗯 姐夫他们 没说什么吧 你汇那么多钱 哥 这不是要得及吗 那我也没来得及跟你姐夫说 嗯 好吧 那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那说了他也肯定得同意啊 嗯 好吧 行吧 嗯 还有一事 大哥让我经常去看看你 你这两天什么时候有空啊 嗯 就今天呗 今天周末 你要没事你就过来 行吗 行 怎么不行啊 对了 千万别带什么东西啊 火火都准备好了 我知道了 我不会乱买东西的 行 一会儿见 嗯 好 哎呀 反应太大了 确实苦嘛 那 那剩下那点药呢 到了 到了 他又喝不了 你喝呀 你喝了 孕妇都这样 这反应很正常 你下次再去抓药的时候 你带上他 对 让他 他让他就有用嘛 又不是小孩子 下次有机会再说吧 赶紧吃饭 来 吃饭 爸妈 那个 苏琴今天想过来看看 行不行 你们是不是早就商量好了 今天刚好都有空 所以我就来他过来了 这说来也是我们的不是 来北京这么久 我们也没请他来家里吃过这个饭 就是 这样吧 告诉我 他都喜欢吃什么 你们不管 一会儿我们去菜市场买的一碗了 一好 买点好菜 一好 另外菜市场人多 小心看他安全 放心吧 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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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放心你去买 你别急 乖乖吃个人 妈就是 豆腐嘴刀子吸食 说法 好 哇 嗯 真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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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爸媽我們回來了 回來了 你們兩個過來一下 什麼資金 什麼資金 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 請你跟我解釋清楚 這兩萬五千塊錢 你到底匯到哪兒去了 給我大哥了 他蓋房子沒錢都停工了 所以我轉過去給他急救 本來爸我們想的是 把家裡的大棚菜賣了 就有錢 可惜今年收成不太好 所以蓋房子錢就沒找我了 原來是這樣 你聽見了吧是這樣 情有可原 情有可原 你倒承認的是理直氣壯 我看你是記性有點不好 你 去把那牆上寫的東西 給我唸一唸 唸 第二條 這幹嗎呀 這 聽見沒有 行行行 婚後 賈方和乙方的工作屬於 好好念 我聽不清 任何乙方進行支配 尤其是數額較大的支配 單底一千元以上 都應該建立在賈方和乙方 共同商量的結果上 才可以自由支配 你聽清楚了嗎 白紙黑字 你自己還在上面簽了名 你會這麼大數額出去 為什麼不跟我們賈方 商量商量呢 老公 你能不能把第一條也念一下 得嘞 房子車子等 凡是經過公證處公證 是屬於婚前財產的 在婚衣有效期內 以方擁有享有的權利 你想説什麼呀 我就想説房子車子是婚前財產 那它可以自由支配 那我的存款 也算是婚前財產的 我可以隨便扶 行 下來 行 媽 別生氣了 行 媽 行了 事過去了嗎 我跟你說 這不就是因為蘇靜家裡有急事 這才先斩後奏的嗎 對 您看您早知道晚知道 反正都是知道 現在也知道 對不對 而且我跟媽媽 別忘了注意啊 抬腳 對抬腳不好 你們兩個 別在這兒跟我吸皮笑臉 那抹犀泥 我問你啊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這件事情啊 對呀 我知道啊 蘇靜之前跟我商量過 我也同意了 我就是我忘了跟您說了 你們太過分了 簡直是不把我這個當媽的放在眼裡 我告訴你蘇靜 從你進了這個家門 我就對你一忍再忍 我現在是忍無可忍 不須再忍 我告訴你 沒等你們的孩子出事 我就非像那個報酬臨沖一樣 被你們氣死不可 說什麼呢 再說臨沖也不是被氣死的 你是想說周瑜吧 我說的是那種感受 媽別說了 蘇靜來了啊 蘇靜叫客人來了啊 蘇靜叫客人來了啊 那別別別說這個了 你跟我進來 我跟你話還沒說完呢 來 慢著點 來了來了來了 來 蘇姐夫 蘇姐 我也不知道帶什麼 就買了點水果 你來就來 你買什麼東西快快快 師父好 您好您好 快坐快坐 我姐呢 你姐 蘇靜 我不反對你孝順家裡 但是孝順總得有個度 要量力而行 媽 媽 在你看來 是不是我跟你公公 都是事業單位的人 覺得我們掙錢 比你父母容易多了 是吧 我告訴你 我們也是普通家庭 我們掙錢也不容易 我沒見過像你這樣的家庭 一個女孩子結婚 所有的親戚 一個禮金都不給 反而要你倒貼錢 媽 我知道我現在掙的所有的錢 也關係到咱們這個家庭 可我現在實在是沒有辦法了 我父母能幹農活 他們能掙多少錢呀 只能我去幫我大哥 我大哥都三十多歲了 到現在沒有房子 也娶不上媳婦 我要再不幫他的話 他就一輩子打光棍了 我希望您能站在我的角度上 理解我 替我想一想好嗎 你是不是變相地在告訴我說 你一直要負擔到你大哥 結婚生孩子為止啊 你是不是要負擔到 你妹妹嫁人為止啊 你哪兒是一個人 嫁到我們張家呀 你是帶著你哥哥和你妹妹 一起嫁過來 你把這種負擔間接地 轉嫁到我們身上 你覺得對我們公平嗎 請你站在我們的角度上 考慮考慮問題行嗎 阿姨 你們別吵了 小琴 我沒吵架你先出去 媽 我說你怎麼回事啊 你知道你剛才說了些什麼嗎 你知道你那些話 蘇琴聽見了她會怎麼想啊 你忙了一大早的 那就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嗎 媽 你聽我說啊 你看啊 這合約上賈方是我 對不對 我作為賈方我已經同意了 所以說這蘇琴不算是違約 好爸 不算不算 賀琳 你真是糊塗 媽怎麼做為什麼呀 不都是為了你嗎 對對對 你真是沒當父母 你不只感激父母恩 你平心亂亂 你說這一直以來 我對蘇琴一家包容美 從你們訂婚到結婚到現在 蘇琴往家裡拿了多少錢啊 我們理解他們的父母 他們父母理解咱們嗎 蘇琴都結婚了 變著法地跟蘇琴要錢 拿蘇琴當什麼 當銀行 自動提款機 我告訴你 這我要不是看著蘇琴 肚子裡揣著咱們家的骨肉啊 就憑他們家這複雜的社會關係 我都不願意接納這種人 不是 您聽我說 可問題是 您看我既然跟蘇琴已經結婚了 那我覺得這小兩口 不就是這麼千就是過日子嗎 對吧 您跟我爸 不是也是這麼千就是過來的嗎 你少拿我們說個事啊 對對對 對孩子說得有道理 你想想他以前 行了行了那些事我都不說了 這個咱們還說眼前 蘇琴還有幾月就要生了 咱別再這麼鬧下去了 再這麼鬧下去對誰都不好 尤其賀明家庭當家 他他不好做人 我 媽 過下了過下了過下了 好吧 這一來啊 蘇琴是不會到咱們家來咯 不然也好 你剛說的是什麼話呀 什麼叫拖累啊 姐 是我拖累你了 讓你在這個家裡受氣 好了 在這兒 在北京我說了算 你得聽我的 知道嗎 姐 道理我都懂 我就不想讓你為難 你看你這孩子還沒生下來呢 他就對你這個態度 那萬一生出來又是個女兒 那他不就對你更刻薄了嗎 我就是擔心你 你想太多了 再怎麼樣 我婆婆她也是有文化的人 應該不會在乎男女的 再說了 你姐夫那麼疼我 她也給我撐腰呢 好啦你就放心吧啊 你自己該吃吃該玩玩開開心心的 對了 這兒的事不能給爸媽說 聽到沒 我不提 柯兒姐 你不累嗎 累不累的 等你以後結了婚成了家 你就知道了 好啦不說這些了 對了 我們公司HR說在招助理 你自己看要不要去試一試 你不是一直不讓我幫忙嗎 這次算是我提供機會 能不能成就看你努不努力了啊 謝謝姐 傻丫頭 阿帆 就是這事吧 我覺得也不能完全灌我媽 咱倆多多少少也有這麼點責任 這事你就應該事先告訴我 首先我不可能不答應 對吧 最主要的是 虧了今天你老公情商至商比別人高 反應過來了 否則這事一穿蒙 那不就更麻煩了嗎 你說呢 我這不是忘了嗎 我怎麼可能不告訴你啊 我現在跟你在一起 看電影出去消費 我心裏都特別內疚 我不希望我家人過得比我差 我希望任何一個人過得比我好 我才開心呢 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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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先把這牛奶喝了 我現在不想喝 你讓我待會兒好不好 我真的不想發脾氣 我不想生氣 我不想讓我自己不好的情緒 影響到咱們的寶寶 對 但是這件事情我真的領教了 我吸取經驗教訓 第一 以後我任何事情呢 我一定會跟你先商量的 第二 還好今天花的是我的錢 要不然的話 你媽還不知道會說出什麼呢 第三 你一定幫我轉告她 我不會用你的錢 去孝敬我的父母的 請放心啊 老婆 我反正 我真的是明白了 努力賺錢 就是要讓我們的愛情 不受到金錢的考驗 你看你這 看什麼呀 這就是現實啊 你把這事想得太嚴重了 沒那麼嚴重啊 這事過去了 別生氣了 叮咚 別叮咚了 我不想聽 你讓我安靜一會兒吧 你把這個理性逼得很難 不想聽 太難怪了 你真是從中間 沒有 你這個你也不看到 真是從中間 你找什麼呢 我的那個黑色化妝盒不見了 你有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 黑色化妝盒 我好像看到了 是嗎 在哪呀 宋賢天一天好像用了 好 我也没带 苏妹妹 欣欣姐 借你的货帮何用一下呗 我没带 没带 我看是你不敢拿出来吧 是啊 苏琪 你就给她看一下呗 你 这样啊 怎么跟我的那个一模一样啊 是吗 这小地方来的人啊 就是不简单 刚来没几天就用上名牌了 我朋友送的 朋友送的 我看是你偷的 还敢铁着脸说是朋友送的 臭呀 你这么大人的你啊 你是偷物啊 相办了 没见过好东西 就知道了 偷东西是吧 你才偷东西啊 你才想办了 我说是朋友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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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那是我送的 有问题吗 没问题 我告诉你们啊 以后你们 谁敢欺负苏小姐 那就是跟我雷某人 过不去 明白吗 给他道歉 对不起 谢谢雷柏 扣你这月奖金 其他人回去工作 我说是朋友送的 我送的那个朋友啊 在这一边